大家好,ASTE到今次就是介紹 港鐵和80N做的這架 富豪B9TL紅葉巴士 連上場景 相比之前的E500就真的 隆重不少 今次做了一棵樹之後 就很容易 好像之前的纜車一樣 B9TL Mark II 11.3米 四處都是紅葉 專門做這個港幅巴士 不知道它預料了多久來做 可以同一時間巴士出來走 就馬上賣到貨 它也有很大段時間 就是朗平和輕鐵核武中心 才可以買 也等了多久才到80M分點 又可以公開發售 開過一次也這麼難開 現在是 換了一次貨 隔著膠袋 始終它 我看了好幾次 它 車頭燈掉了些銀色 這架我整體沒有問題 就搖了 哈哈 這棵樹 我這次弄得很深 好 對呀 背景不錯 這次就不玩什麼吸膠 吸著巴士 而是直接上螺絲 好像微影車 和可樂 是不是只是可樂 可以只是可樂 微影和可樂 又是馬上螺絲 很討厭它的旅行 很害怕弄爛 那個扣 真的浪費了多少時間 真的要開一些包裝 唉 很辛苦 終於拆到 我已經飛了葉子出來 對呀 它的葉子真的很容易掉 不是太喜歡它做樹 但是 很漂亮 真的很容易掉 動兩動都 灑一堆 唯一一架 這個338 路線K66A 頭尾牌 就是紅葉 大唐紅葉 大唐紅葉 應該後面那些不是照片 應該是畫的 應該是畫的 沒有人進去 大唐紅葉 真的紅到這樣 大唐紅葉 Let's go 然後 也是 都是一些 貼圖片 這個 鐵仔 鐵仔拿著紅葉 這個應該是新畫的 剛才 第二邊的小蝦蝦 已經看過很多遍 還包了一個人 反一反跌多少 沒有跌 真的不要跌它 或者這些 傻傻傻傻 又 又掉 巴士 也碼得很緊 快把螺絲扭扭出來 扭完螺絲了 當然馬上自由 還有兩粒東西 這樣也好一點 還要長期在這裡 可以看到這個情景都印了少少葉 對了 這個真的難 竟然這次是弄了一個這樣的彎位 而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直的行人路 變相駕巴士在轉彎 這次 OMG 這個車子很差 什麼事 搞什麼 水口位 欸 真的 看來車尾輪 嘩 唉 好了 埋了五個位 是沒用的 對了 它的輪胎真的 超實 不知道搞什麼 它這次比微影還差 這次的輪胎 是模型而已 真的 真的只放的嗎 超差 這個手感 推起來 全部都緊緊 真的 感覺跟掛黑板的感覺差不多 現在推它 唉 唉 這次看 真的很失望 這輪胎真的 沒有怎樣進步 它不是做了很久 1比120 這輪胎 還這麼厲害 先看看車牌 338 車牌 U28310 欸 無緣無故要1點 嚇死 原來檢查的時候沒有 內窗全部綠椅 車頂有三個 一定位 剛剛好避開 鐵仔 至少是黑底的 這輪胎 新模具 但也很調整 那輪胎 11.3米 很少可出 平時都是12米的車 那我看看它的巴士站牌 混蛋 1 4 5 3 4 3 4 5 4 5 6 5 5 那棵樹就應該是被口砰製了 所以加上頂平了一點 嗯 放回巴士進來看看 因為原本那些螺絲膠的車旁邊 起了 嗯 貨碼是多層的 就這樣一屆有點怪怪的 這個廣告 對我來說不太好看 嗯 那旁邊都去了幾次講到 不太清楚做什麼 一次就做了港鐵那些緊急接駁巴士 但是其餘真的是 試路 是不是不太清楚 為什麼 弄完廣告 都還跑去港島 都還會離開大堂 對啦 那這次這架80M的紅葉巴士 介紹就來到這裡啦 喜歡就like記得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